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在方舟 大大小小的总裁 副总裁 高管 加起来 怎么也有三四十号人 你别想着一次性地就把他们认全 不过关键的几个 你还是要知道一下的 李悦 方舟移动互联网事业群总裁 是个关系活跃分子 在公司地位不一般 这是陈志和他老婆 陈志是方舟技术总监 技术部和产品部 向来是死对头 威姐是方舟的CFO 属于方舟的元老级人物 在座的大部分人 都要看她的脸色 你看看 去年拍卖会无遇到过你一幅 可惜当时没能拿下 听说啊 他常常对别人的作品进行再创作 然后数上自己的名字 就这么个有争议的艺术家 追捧他的藏家大把大把的 你看这幅 钱泽有作零五年收藏的 我记得当时拍卖价 就要四百八十万美元了吧 咱们威姐呀 真是有实力 有眼光 来 进卫姐了 卫姐 你一茶再酒吧 您先进去 卫明太太吧 这卫总没告诉你时间吗 你来晚了 我们都在这儿聊了好一会儿了 不好意思啊 地方不熟 都绕了几圈 确实是来晚了 大家都到齐了吗 今天的计划呢 是晚饭之前运动运动 不过不勉强大家 我自己先去换件衣服啊 走吧 老婆 上次给你介绍那英国斯诺克私教 你后面去上课了吗 上了两三节课 累得人家眼睛都花了 什么情况 不就是吃饭吗 哪儿来的活动环节啊 冰来降等 水来涂眼 不怕他们 半个小时候的 喂太太 你怎么没换打球的衣服啊 第一次来没准备 斯诺克这个东西啊 对技巧要求是很高的 第一次都是上不了手的 是的呀 我们也是跟着 威姐练了好久的 喂太 你准备不准备都是一样的 你呢 就站在旁边看看就好了 规则很复杂的 你一时半会儿也弄不清楚 可以了吗 我先做什么呢 你呢 你呢 我现在没用了 你欸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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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从而为减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这么难的斯洛克 怕是奥沙利文来了 也要为难三分的 老公 输给威姐 咱不丢人啊 下一个谁来 魏太太 两位试一下 魏太太这身衣服 怕是不合适吧 要不然就算了吧 魏总 怎么才来啊 我来给魏总太太送衣服的 魏太太 魏总让我提醒你 出门别那么粗心 少带一件衣服都不知道 给 知道了 谢谢啊 魏太 现在有衣服了 要不要跟魏姐打一局啊 好啊 要不要跟魏姐打一局啊 我来给魏总太太送衣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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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太太 魏总让我提醒你 出门别那么粗心 少带一件衣服都不知道 给 知道了 好啊 知道了 谢谢啊 魏太 现在有衣服了 要不要跟魏姐打一局啊 好啊 好啊 太热了 你 你 我 你 有 你 你说 你 我 你 多有位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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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准问担干清坦的 长台进攻哪有这么容易啊 准确率多低啊 是我的话呀 肯定不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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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手啊 给我一杯水 谢谢 好的 贝太太 贝姐 给你 你刚才真的好棒啊 你叫林霜就好了 你是在哪儿学的斯诺克 我是上学的时候 参加过江大的斯诺克社团 你是江大的 是啊 我是你的学妹 你你小姐姐 这么巧啊 当年在大学那会儿 谁教了你斯诺克呀 其实吧 我没正经学过 就是有一个同学 他没事就指导我几下 不过他的斯诺克 是李莉教的 怎么了 不会吧 我也是李莉教的 这么说起来 咱俩是师叔同门啊 小师妹 不过他俩现在聊什么呢 聊得这么开心 你说 这卫明老婆球打来这么好 听说吧呀 肯定是请的英国教练呗 一看就知道 我也给你找的英国教练 你怎么什么都没学会啊 你就别说 行了 你俩 别打情骂俏了 回来了 今天怎么样 你简直给我挖了个大坑 至于吧 不就是一起吃个饭吗 至于你自己怎么去 去 我不是有出样客户呢吗 其实这衣服没见你穿过呀 什么时候买的 好久没穿了 去年买的 口红挺好看的 魏总早 早上好 早上好 好 魏敏 魏总 玩得还开心吗 昨天 昨天太棒了 没想到你有一个宝藏太太 我太太朋友不多 你敢带她玩 她开心还来不及呢 什么带不带的 她的斯诺克打得比我好 下次一定要约时间 跟她好好切磋切磋 没问题 那你们随时约啊 嗯 要不是啊 你提前帮我排雷 还临时赶来救助 我现在应该已经射死了 其实这些人啊 不管是强势还是温顺 看来都是公司的职位 还有利益关系 有了磐石这张牌 魏明胜威批 应该就是这一两个月的事了 新来的那个助理黄佳怡 她爸爸是黄董 魏明最近 可是对她殷勤得很 你的意思是 魏明为求自保 想借黄佳怡来讨好黄董 也不一定是自保吧 人心不足舌吞向 魏明还不到四十岁 她的野心 应该不仅仅只是一个副总吧 副总之上那就是CEO 魏明是有点才华和小聪明 当一个副总算是比较匹配的 但是如果让她掌握全局 来领导一家公司 那她还差了点格局 她知道她自己 差的这点格局 需要一个强大的后盾 来帮她补上 她想让黄董来当这个后盾 魏明的能力嘛 是有一些小天赋 但是论起对付女人 她可是天下第一 我看那个黄佳怡 为家人保护得很好 一点见别男人的能力都没有 她已经着了魏明的道了 如果只是提携自己的女儿 那这份恩情 黄董未必会记挂很久 但如果成为黄董的家人 那就不一样了 你说魏明要娶王嘉怡 你 以我对魏明的了解 不是不可能 那这也太毁三观了吧 不管怎么样 找工作的事情呢 还是得抓紧 对了 魏明的工资还有奖金 都是公开的 再加上我知道的分红和绩效 我估算出了她大致的年收入 另外 她这个人喜欢搞小动作 回扣也没少拿 我知道的 全部都在那边 谢谢 这次帮我大忙了 思逸说 在财产分割当中 对方一定会想方设法地 降低你分割财产的比例 但是如果 我能了解她全部的收入状况 把能分的蛋糕尽量做大 这也算是 变相地多分了一些财产 该是你的 咱们一分都不能让 林双 盘氏研究室又开始招聘了 你报名吗 当然 对 魏总 跟您确认一下 咱们是去T2对吧 对 魏总好 你怎么办 明博呢 公司不是派他 跟我一起出差吗 明博突然有点急事 脱不开身 所以公司就派我去了 师傅 出发 这几个月 你是真的补了很多课 这么短的时间 除了Python语言的熟练掌握 还补上了之前深度学习 推荐系统的短板 还研究了Python RT 时间项目也做了不少 看来你确实下了不少苦工夫 能够进入盘氏研究室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希望各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顾总 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我的问题还是个老问题 这对于我们盘氏来说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 你到底要如何平衡 事宜和家庭 顾总说得没错 所谓的平衡 其实根本不存在 他无非是取舍和牺牲 但是在认定这个事实之前 我想先明确一点 家庭是一家人 取舍和牺牲 绝不是靠女性一个人来完成 所有的家庭成员 甚至包括孩子 都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 当所有的家庭成员 都承担起了责任 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 那么这个取舍和牺牲 才能最大程度的 减少不必要的消耗 尽量让所有人都满意 也可以看作是达到了某种平衡 你刚刚这番话呢 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你表达的只是一种 理想化的状态 恐怕执行起来是非常难的 而且 程序员是高强度的工作 即便是大学刚毕业的 年轻的员工 也有时候可能会 感到力度重新 所以你到底拿什么 来证明 你能够胜任 我想 让大家看一个表格 我的一天 是从早上六点开始的 洗漱 更衣 六点二十 我准备早餐 叫家人起床 七点十五送孩子去幼儿园 八点菜场买菜 八点四十回到家里 收拾餐桌 整理衣服 还要处理一些缴费 和外出事宜 一边我还要用手机听课 十二点钟 我会利用午餐的时间 下单一些生活必需品 十二点半午餐结束 我为晚餐做准备 三点我会去幼儿园接孩子 直接送到特长班 督促他语书外 以及画画 还有围棋等技能的学习 五点钟回到家做饭 六点钟吃晚餐 七点半 我给孩子洗漱 哄他睡觉 九点钟 我再重新收拾一边房间 为第二天早餐做准备 十点 我可以继续学习两个小时 十二点 我自己洗漱睡觉 这只是我过去几年里 最普普通通的一天 如果遇上老人孩子生病 家里突然来亲戚 那这张表格 还会复杂很多 另外 除了时间管理 几年的主妇生活 也让我对于财务统计 家里人的心理疏导 以及各方面的协调能力 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想 我的工作强度和复杂度 对比一个初级程序员的 工作需求 应该是处处有余 你在之前的面试和比试中 分数排名是最高的 所以看得出啊 你的斯帕克 以及机器学习方面的工程能力 是非常地扎实的 顾总 您还有问题吗 如果这次的面试 你还是没有通过呢 我一开始出来找工作 其实东基非常单纯 就是想赚点工资 选择做程序员 也是因为老本行好上手 但在这几个月的跌跌撞撞里 我开始想起来 那个曾经在家庭主妇身份中 过度自我认同 而丢失的自己 所以 不管我能不能来盘石工作 我都笃定了 会再寻找自我 实现自我的路上 继续前行 恭喜你 加入盘石研究室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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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海 明天我就要去盘石上班了 刚开始上班呢 我估计会有点忙 会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 所以 我跟我们小区的邓阿姨 已经商量好了 以后我下班晚 她会帮我接小苹果 这段时间谢谢你啊 没事 恭喜你啊 凌双姐 可这样一来 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能 每天见到你了 我的意思是 你要是下班晚 路上不安全 我可以去接你 不用 我现在自己开车很方便的 你帮我照顾小苹果 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其实我吧 有的时候就是想 每天能听一听 你说话的声音 见你一面吧 哪怕隔得远远地 看着也好 我没有别的意思了 我也不是想去骚扰你 江海 我真的只拿你当普通朋友 也希望 你可以尊重我们 作为普通朋友的界限 我知道的 妈妈 你给我买了那个桃桃包 桃给我买了吧 当然了 果果交代的任务 妈妈能不完成吗 跟小朋友们分一下 嗯 吃桃包 来 谢谢 谢谢 明生姐 还是拿我当小孩子呢 那你就拿着点 大人的样子来嘛 魏总 不吃饭吗 这么严肃干什么呀 我刚才给明博打电话 你硬把它顶替了 这么快就传包了 王嘉宜 这儿是公司 不是你郭佳佳的地方 我没再闹着玩 我是真想跟你学点东西 这次出差 我也早就跟你申请了 那你最后还是交了明博 我之所以选择明博 有两个原因 一 他工作经验比你丰富 二 我们出差办事 难免要喝酒应酬 加班晚归 他一个男人跟着我 比你方便 原来魏总也会搞职场性别歧视 我没有搞职场性别歧视 我只是 所以 不是我做不好 而是你担心我做不好 我会用实际行动向你证明 你的担心绝对是多余的 再说了 你现在没什么被选方案了 我们还是抓紧聊聊项目吧 冒名顶替的账 我回公司再跟你算 坚持吧 我们这次来 主要是要磕江南几个老牌企业 你回去查查资料 好好做个功课 嗯 还有 要跑几家公司 几个地方 所有的路线 车 都提前安排好 好的 您好 您好 林霜 欢迎你在磕石正式开启你的程序员生涯 谢谢 我带你过去 咱们磕石科技成立于2015年 目前呢 是国内首区一直的企业软件公司 主要提供数据库工具和应用软件 等相关的咨询支持服务 你这次入职的小组呢 是隶属于开发中心的 也就是我们研发中心 像我们研发中心 现在目前有一百八十多名的 开发人员 你也知道 咱们公司 可是向来是以技术为核心的 所以啊 这研发中心 都是CEO的技术 这边就是工作区域了 你看一下 对了 你这边还要下载一个工作软件 就是这个 引擎 引擎呢 是咱们磕石内部的 集图合作系统 像日常的工作沟通 以及请假调休之类的 明显跟工作有关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可以 在引擎上解决的 你可以选几个位置 就是这边绿色的都可以选 那我就选这个吧 那好 可以 那我带你过去 这个 就是这边 好 好 我那边还有事情忙 那时候有什么事找我啊 加油 谢谢 雨霞 喂 林叔 你好 你这个工位啊 正对着CEO办公室 无论是上班呢 摸鱼还是刘宝 全都越来越故意 能够感受到CEO的 凝聚理关怀 是我们整个磐石 出了名的东西活地 揭水了啊 下周的产品需求会 所有的流程已经同步到你们电脑上了 自己看一看啊 完全根据这个规章制度做 各部门你们稍微协调一下 好吧 听清楚了啊 散会 林叔 产品需求会 你做这么快能听听啊 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嘛 多听听就习惯了 老贵 太能处了 神 小夜家按摩 便私下班福利 可惜啊 就是没什么时间想做吧 来 不好意思啊 邓阿姨也是 睡熟了 我去了啊 我送你 好 那你注意安全 谢谢啊 我去走 请怎么样 去首先 给他 看不大 我 Own 他 我想去 小心 他 怎么跟着 你 坐下吧 坐下 坐下吧 坐下吧 你 無事 無事 你後遇到 之後 後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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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除此 前面 前面 後遇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今天可能要辛苦了 我们得连夜修改方案 魏总 我看那个客户 根本就没想成心 跟我们合作 改方案根本就是个借口 我们这次来的任务 就是要把不可能 变成不可能 方舟的实力摆在那里 市面上那么多客户 咱们换个更好搞的不行吗 就没有好搞的客户 家姨 你是仙亲大小姐 从小到大一帆风顺 没施过苦 你可能一时半会儿 很难了解打工人的生活 没关系 越是难做的事情 做成了越有成就感 不信你试试 那我试试 打一百个六 妈妈 楼上私心的爸爸妈妈 又吵架了 疼爱书里不是说 结了婚 都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吗 因为 文化故事和现实的世界 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啊 大家喜欢把好的一面展示 给大家看 把不好的一面 都藏起来了 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 爸爸省给加薪 为什么 爸爸越来越忙 有时候 我连着好几个礼拜 都看不到他 好 你 在这里 你去吧 多好 我来的 我来的 你 是 我来的 我来的 你 我来的 你 我来的 我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节课 我就跟你们讲了 冰球运动的精神是什么 是团体协作是队魂 我以为你都忘了呢 刚才为什么不把球传给小苹果 都不把小苹果当成自己的队友 谈什么队魂 教练 不是我们不想把小苹果当成队友 我也想传球给他呀 可他跑得太慢了 我力气的 怕把他中飞了 过一会儿他该哭鼻子说我欺负他 教练 你也说了 比赛嘛 总是要赢呀 总不能因为小苹果是女孩子 我们就故意哄他开心让着他吧 我不想跟小苹果练球了 我也不想跟小苹果练球了 我也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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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了 行了 行了 你们都少说两句 你们 八字练习 二十四 去 行 我走 云生 都还适应吗 真叫他能比心ACE重 跟你想像得不大一样吧 大厂需要用速度对抗周期倾斥 职场环境也会相对复杂 所以短期内你估计会很辛苦 没事 我请开心的不怕非你 对了 昨天你跟老柴反映了量化算法的问题 他直接把邮件转发给了 研发部的负责人何总 然后抄送给你 不是 我不知道他 你不用和我解释 今天何总正好在北京出差 明天等他回来 你好好想想该怎么跟他解释 你说那老柴怎么能这么阴哪 我正常给他发私信反映问题 他招呼都误打 直接就把邮件转给了何总 这不明摆着让何总恨我的吗 要不是舒曼刚才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我被人当强势 你就是一个职场小白 人家拿你当软柿子捏呗 不过你也是啊 一个职场新人 最重要的就是低头做事 抬头看路 你都分不清楚东南西北就横冲执撞 一片好心 结果让人家当炮灰 你说你冤不冤啊 我当时在方舟工作的时候 也没觉得这么内耗啊 方舟那个时候处于初创阶段 就几十名员工 现在的磐石 有几万名员工 自然有亲疏 有派别 有正义 有利益关系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 职场不是童话事件 除了有实力和努力 还需要随机应变的能力 可再帮我想一想 明天那个研发部的何总回来 我应该怎么说啊 你还想说什么呀 多说多错 少说少错 不说还是错 我死定了 你的手快不快 你在家口罩 那么大 我逍远啊 你 und knight 你 我逍远 你 我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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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逍远 我逍远 基于我这次去北京项目洽谈 进一步了解了客户的需求 稍后呢 负责这个项目的同事啊 跟我走 咱们单独开个会聊一聊 好 有同事给我发邮件 反映开源的量化算法性能不佳 所以刚刚会前 我特地找了KV 好了一下算法 测了一下性能效果 结果发现 根本不存在邮件里反映的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来 找我回事 不知道 是我给老柴发的邮件 我的初衷是想和他探讨一下 如何解决问题 但是老柴迟身没有回复邮件 所以我就昨晚加了一个班 索性把问题给解决了 至于他还跟您汇报了 这件事情我确实不太清楚 比起反映问题 我们更需要的是 高效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韩石需要林双这样的实干精神啊 我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我是一个新人 我做事的原则非常地简单 就是低头做事抬头做人 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希望各位同事日后可以多多指正 老柴啊 里头遇到问题 不要老想着甩锅 多动动脑子 好了 就到这儿吧 谢谢 来 叮叮叮叮 为你开心 谢谢你 恭喜 一战沉迷 以后谁想要在盘氏欺负你 这就有点困难了 说真的 还得多亏了你 你钱吧 我觉得你行走江湖全靠 但没想到 你对付职场潜规则也有一套啊 我希望在职场上 你永远也不要知道这些潜规则 对付职场这种小垃圾 我可是有一百种办法 以后我看他们谁还敢欺负你 怕啦 人际关系这门学科呀 真的是 比专业难多了 在职场上啊 是有很多这种人情啊 欺骗啊 背叛的小故事 但是你知道吗 最受人尊重的 就是像你这样 真正有能力 正能量且向上的人 可以啊 林霜 表现不错啊 何总 何总 没有 我呢 其实就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你当时来江大听课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不一般的 您记得我去江大听课的事啊 当然 听人力的朱晓晴说 你是顾总特别安排来听课的 我 我是顾许安排来的 行了 你们继续吧 何总 您慢走啊 好 干吗 这个顾许什么情况啊 他可是你的冤家对头 他为什么会帮你啊 而且他还帮了我 他该不会是对你有什么企图吧 对 我有 神经病啊 我有什么可企图的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好的 顾总 嗯 还没写完呢 我已经给你保存好了 困了就回家睡觉 别在公司浪费店 这一件你 听个课那样安排 你这个首席 是不是有点太操心了 我去江大听课的事 是你安排的吧 你不是最看不上我吗 干吗要帮我 我帮你是两个原因 一 一 你是林老师的女儿 林老师对我的恩情无以为报 所以我只能从你这儿解放现服 二 倒是我个人原因 其实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顾许 在某种程度上 是得益于你 你没有我 你是我的大学生涯里 一直想要超越 却偏偏怎么也超不过的那个对手 整整七年 我都活在你的阴影里边 你知道吗 刚刚 我为了超越你 到美国留学 每天都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 创业之后 更是把办公室当成了家 我用了两年的时间 就把创业公司 做成了业内独角式 就连我接受盘氏的奥法 回到国内 有一大半的原因 是想要重新跟你一脚高下 现在你呢 我设想过无数种 我们重逢的可能性 唯独没有想到过 眼前这种 我像小说你看过吗 什么意思 我拼尽了权力 练成盖世武功 就是想要和你重新一脚高下 现在 孤独求败的心情 我倒是体会到了 我之所以要帮你是因为 我对昔日对手的一份 崇敬之心 当然 我也奢望着 也许有一天 你能重新拥有于我 一脚高下的事 谢谢 不过我连进入盘石 都是迷连强强 距离成为你的对手 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我估计你这个愿望 应该是很难实现 没关系 有得必有失嘛 也好 看着昔日的劲敌 现在兢兢业的 每天为我搬砖打工 也是一种特别的享受 可惜这种感觉 这不太好 这辈子你是体会不到 撑不住了就赶紧回去休息 但是绩效办不成 工资还是要照扣的 你这准头一向不行啊 赶紧回去休息吧 别熬夜了 毕竟年纪摆在这儿 我在国外的时候就听过你 我是顾许在普林斯顿的学妹 后来她创立了普六科技 我也一直是她的搭档 她上大学总是第二名的故事 我简直听得耳朵都要起茧了 那都是过去的老皇帝了 还提她干吗 要是你 我听排斥上上下下的人 都夸你业务能力出众 原来是老搭档了 怪不得这么有默契 我喜欢顾许 我喜欢顾许 你 你是不是误会了 这个人我从来就没 往这方面想过 你俩还挺配的 他配不上你 是吗 可惜这些年 这些年 一直都是我一厢情愿 不许一直不接受 他就是这么个人 以前满脑的学习 现在满脑的工作 上学的时候 他连衣服都只有两身 全靠一口仙劲活着 人间烟火呀 他还没有长过 这么多年 别说是恋爱结婚生死 他连一个匪文对象都没有 想想也够心酸的 但你这么一说 我都有点怀疑 我看男人这眼光了 不不不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但凡是天赋一饼的人 多少都有点性格上的缺陷 说真的 你如果能让顾大仙下凡 那真是做了件好事 我正在努力中 听说你一毕业就结婚了 我也很好奇 是什么样的男人 能让你一个名校学霸 心甘情愿这么多年 在家携手做歌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看样子是个悲剧 应该是一个励志剧 有机会说给你听 得亚服侍刚刚打的那个电话 可把他们紧张坏了 一听到他们也要抢 咱们粉丝界的独家联名 那几个老油条 赶紧放下架子敲定合作 生怕晚了就没有了 那嘴里笑死我了 不过这电话怎么这么巧啊 刚好赶在咱们开会的时候 该不会是你找的托吧 你看出来了 我猜的 德亚那边确实有幸合作 我故意把电话 安排在了会议时间 催单嘛 得使点小招 好让那些犹豫不决的客户 尽快下定学习 收教了 基本技巧而已 以后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一会儿回到酒店 赶紧睡觉吧 你看你这天熬的 短眼圈都还好说 我第一次来古镇 还想好好逛逛呢 行 你逛吧 准嫁 那一起呗 我还有工作 你昨晚熬得那么晚 还不许调休吗 我这黑眼圈可三公伤啊 你就当时给我 头一次谈成客户的奖励 好香啊 魏总 我想吃饼 我请客 老门 来两个饼 好嘞 谢谢啊 谢谢 怎么样 好脆啊 你尝一下 好吃吧 谢谢啊 谢谢 再见 给 你签完字 我就是你正式的 离婚代理律师了 今天开始 我们就共同进退了 嗯 来吧 看看你的情况 财务方面 根据你提供的相关财务资料 我已经看过了 南方的工资 加上灰色收入 粗略估算一下 资产超过一千五百万 所以你应当分得的 至少是七百五十万 财务资料 你现在已经有了工作 但你还在试用期 即便之后你转正了 你的收入跟男方相比起来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而且你现在的工作时间比较长 孩子大部分时间是交给小事工来照看的 如果对方的父母提出 他们可以照看孙女 加上男方的高收入 他随时可以将略适转化为优势 所以财务资料方面 我们并没有完全地把握 我们并没有完全地把握 我们可以照看孙女 孙女士 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害怕离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想想 我应该是非常害怕失去小苹果 小苹果是我女儿 特别可爱 这几个月 我一直非常努力 无非就是为了想把孩子留在身边 所以 请你一定要帮帮我 拜托了 这个你放心 我会尽力的 之前你给我提供了一些证据 可是你知道在法律上 证据的认定是非常复杂的 有时候我们认为的铁证 也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瑕疵 所以现在我建议你 你应该抓紧时间 去搜集更多的相关证据 如果能够证明男方是婚姻中的过错方 就可以在财产分割上占有主动权 抚养权上也会逐情增加考虑的因素 让法官优先选择你 总之 协议离婚比的就是双方手中谁有更多可以让对方让步的筹码 如果到了诉讼离婚这一步 看的就是你手上有多少证据了 好 我知道 从初中起 我就被我爸妈丢在国外一个人念书 所以我很早就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只要提起行李就像带上了家 但终点在哪里 我却永远也不知道 一个人孤单的时候我就喜欢去港湾 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在港湾边一坐 我就不再害怕寂寞 那么多船只一路在海上飘飘勃勃的 但只要驶入到了港湾 就像是回到了家里 不再因为有狂风巨浪而恐惧 也不再因为看不到彼岸而失去方向 他们和我都一样 都安全了 后来大了一点 我就提着行李一个人去旅行 我最喜欢的也是世界各地的港湾 我去过里约热内卢港 旧金山湾 普吉岛的叛崖湾 还有加拿大的分地湾 以后有机会 我还想去看看南极的天堂湾 一起呗 我可命名你那么好 我去过世界很多地方 都是因为工作 很少能像现在这样 不喝茶 聊聊天 很难体会那种游人的心境 谢谢你 有机会 有机会 真的想去全世界 好好地走一走 看一看 明明辈子其实很短暂的 转瞬即时的 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你看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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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这么多亲钱的猪肉他不去干 非得给魏总当个助理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记得上次魏总训他吗 你说他平常那么不可一世的人啊 嗯 魏总一说他 他倒是乖乖听了 这次出差 原本是带着明博去 他偏应声地把人给挤下了 这佳阿姨是不是嫁不出去了 非看上个有妇之妇 您看您需要点什么 嗯 这个 还有这个 嗯 谢谢 早啊 昨天睡怎么样 挺好 我帮你点好了早餐 你随便点啊 我还想再点一样东西 魏总的和颜悦色 嘉义 这几天 我一直有个问题上问你 我们方舟有那么多部门 你为什么偏偏挑中了产品部门 因为你啊 因为我 我可是对你做过被调的 首先呢 你在方舟工作了九年 是方舟的元老 对公司架构的理解 和内部管理利弊的认知 肯定比一般人透彻 其次 一旦你升职 将会是目前事业部最年轻的VP 方舟高层都称赞你做事高效 身安人心 所以我想来好好领教一下 那你的背调可做得不够详尽了 我还有老婆有孩子 我在公司这么努力地工作 就希望我的家人能够生活幸福 当然 这种幸福也包括 我不希望他们在生活当中 因为无中生有的误会 而受到困扰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刚才在朋友圈发的照片我看到 你这么做啊 很容易引起公司同事的误会 这对你还有我的个人声誉 没有任何好处 我还都要是什么事呢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误会的 我不过就是 随手拍了些照片 记录日常生活 发发朋友圈 魏总有什么好紧张的 我没有紧张 人言可畏 到底是人言可畏 还是魏总心里本来就有属于我的一席之地 被人看穿了之后心虚了呢 你想多了吧你 不好意思 喂 爸 你马上买票回江州 你们回来了呀 回来再说 喂 喂 你先回去吧 只有我呢 喂 来 hj 来了来了 露巴 你还得来 嗯 哦 不用 我自己拿 爸 妈 你们怎么回来了 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爸 我想死你了 怎么了 这么远速 这是谁的衣服啊 同事的呀 怎么了 同事的 爸 你干什么呀 你马上写辞职报告 明天一早叫上去 我为什么要辞职啊 工作上我有任何过失吗 就算你是大股东 你也没有擅自开出我的权利 我没这个权利 那你等着 现在这卫明的事 在方舟传得多难听 你别急 慢慢讲 弄不好就是个误会呢 那不是误会 传言是真的 我就是喜欢卫明 你还说得中口 你喜欢谁不好 可偏偏 人家有老婆的 我知道 那没什么 你听听 他说的都是 这些什么话呀 你读了那么多的书 你连最起码的礼仪 廉恥都不懂吗 家宜呀 我和你爸爸 从小就把你送到国外去留学 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去杜杜金 长长见识 你倒好 把西方人的那套没边际的自由学了来 听你爸爸的话 赶紧离开方舟 跟那个男的断条 我不要 你们也知道从小你们就把我送出去读书啊 从十二岁起 你们两个就不再管我了 现在你们又突然跳出来叫我好好听话 对不起 晚了 我已经长大了 你看你 你能说出这种话 就证明你还是个孩子 嘉宜呀 爸爸妈妈不会害你的 你不要头脑发昏 你喜欢人家 可是人家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这种感情是没有结果的 那是我自己的事 跟你们没有关系 没关系 你听着 我是不会让你跟卫明在一起的 用不着你同意 你还顾不顾脸面了 我还有脸面了 说白了 你更在意的还是你的脸面 你有在意过我吗 那我也告诉你 我还就偏偏要跟卫明在一起 等着瞧 你 你回来 别急别急 这孩子从小脾气就倔 我们要慢慢劝 急不来的 谁啊 谁啊 我 你坐我车干嘛 你不是开顺风车吗 我刚好下班 顺便给你增加一点营业收入 怎么着 不欢迎你的乘客 你别折磨我了 行不行啊 你怎么知道我跟你顺路呢 你再说你 你干嘛不让你秘书 跟你约一辆车呀 司机跟秘书 我早就让他们下班了 我前面打车要排一百多号呢 而且我没有做好 要在公司通宵的准备 我十一点之后啊 加价三倍 然后路上还要接人 能接受吧 还要拼车呀 那我只能付你一点五倍的车费 赶紧走吧 师傅 别耽误时间了 师傅 能 送给狗狗的 你看 据说这个东西能升值 你可别当垃圾扔了啊 不会 热血 你今天晚上怎么那么晚下班呀 不会是那个变态CEO顾许 违满你了吧 我跟你说 你如果有什么事情 一定要跟我说 要面对这种职场黑恶势力啊 你千万不能怂 他们就是喜欢那种吃软怕硬的人 一看你是软柿子 他们恨不得把你熬成那个柿子汤 你一定得硬切 他们就乖乖认怂了 知道吗 好 介绍一下 顾许 江熙 我们之前在方舟见过 那聊 那个那个 顾总 上次真是谢谢您啊 如果背后生人画画就是你表达感性的方式的话 那就大可不憋了 我没有 我刚才就是讲了一个冷笑话 顾总 你怎么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呀 你们是不是在聊工作呀 是啊 没有 我觉得这个顾许人不错 那儿不错了 就是他能够给人一种 特别舒适的距离感 好多男生啊 见到漂亮姑娘 恨不得乍见之欢 最好 距离感直接为父 但故事不一样哦 想多了 他对谁都这样 反正我是没有看见过 我们公司林总 搭哪个普通员工的顺风车回家 而且 根本就不顺了 我觉得他是想要找机会 都了解你 他是想故意找机会让我不痛快 你不了解他 他呀 就是一个用算法衡量一切的技术男 脑回路清奇 不按常理出派 他现在 正充分享受虐杀我的快乐 所以啊 他就像是一个 不成熟的小男生 表面上呢 欺负你 但潜台此时在说 我喜欢你 你们家江海都不这样 打住打住啊 我们两个还是聊点别的吧 今天在方舟 出了一个很大的八卦 黄佳怡 发了一个让人抚想联篇的朋友圈 你猜主角是谁 魏明 朋友圈嘛 顾名思义 就是发给大家看的 但是这个黄佳怡啊 她实在是太心急了 表面上 她要宣誓主权 对内 她向魏明逼供 这个魏明 宁可背负陈世美的骂名 也要上赶地去给黄佳当赘婿 你说你啊 算不算是料事如事 离婚的律师委托协议 我已经签完了 肆意交代我 在正式向魏明摊牌之前 要尽可能地 找到她婚内出轨的证据 还有转移资产的证据 这个黄佳怡 绿茶嘛 是真绿茶 但沈助公 也算得上是沈助公 因为明的德行啊 没有这个黄佳怡 也会有别人 凉水是泡不开绿茶的 她不热乎 人家能往上冲 海王就是海王 撒网捕鱼的不算高手 能让鱼儿主动上钩的 才算是起高一成 我估计这会儿黄董 已经气得大发雷霆了 你放心吧 公司那边 我会帮你继续盯着 他们两个的 接下来 就要真刀真枪硬碰硬了 美领叔 我刚下飞机 直接回公司了啊 这次出差比预期多两天 我换起衣服没带够 你赶紧给我送一趟 我这边十点钟有个会 尽快啊 你到哪儿了 我已经到公司门口了 衣服呢 喂 对啊 我在楼下 你在哪儿 这边 好 上我去楼 好 谢谢 是外先生吗 这是您的衣 谢谢啊 对啊 秦衣瘦成这样 你就找个快递给我送过来 您一天到晚在家干什么呢 稍等一下 十点的会 我现在肯定迟到了 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 请进 魏总 怎么了 西服已经洗好了 我特地选了一件衬衣作为谢礼 香雪会跟西服很配 太好了 佳怡 你可帮我大忙了 衣服这么皱啊 不然换上吧 好 还有事吗 没事了 要不你先回避一下 进来吧 怎么样 挺合适的 真帅 谢谢 今天立会的工作重点 是我们方舟和磐石的合作酒会 那么具体的安排 由佳怡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和磐石的签约仪式 定在明天下午 之后的酒会是非正式的 为的就是让我们公司的人 和磐石的人 好好深入交流一下 对以后业务的推进也有帮助 敏雪 你负责对接行业媒体 记得跟批判那边交代一下 可以发头条 凌月 大伟 你们负责对接公关公司 这次的酒会事关重大 务必把每一个流程都对清楚 好 江喜 你负责会场外的媒介接待 这次我们邀请的都是贵宾 不能出岔子 好的 因为是工作酒会 所以这次没有邀请家属 我会充当魏总的女伴 和魏总一起负责 重要来宾的接待 你们先开会 我去一趟酒会县 好 对了 大家下班的时候 记得来我这儿领东西 谢谢啊 谢谢客气 谢谢客气 家义 你刚刚看到大家的反应了吧 那这次酒会 你做我的女伴 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我才不在乎 别人怎么看呢 这次邀请的宾客中 有很多是我爸那边的朋友 我作为女伴 从社交礼仪上看 完全没有问题 魏总是想辟邪吗 我们俩可什么事都没有啊 刻意为之 反而才会遭人闲话吧 你放心吧 我会安排好的 领什么东西啊 特产 他不是从外地回了吗 谁跟他买了礼物 什么 你没在群里吗 这么快就看谁拉拢人心了 你也不看看谁交的 现在魏总马上就要升VP了 方舟和潘石又签了约 难怪被这次酒会这么伤心 不过说真的呀 我还是真的羡慕 我有什么可羡慕的呀 我就是一个打杂的 我现在连门都进不去 至少你不用听他一指气势 跟魏总在那个特产群里面 一唱一会 什么 还有个特产群 对 这个群你也不在啊 就在刚刚 他把那特产群改成了筹肺群 嘉宁用私人关系 跟我们借了迪曼的礼服 等于说 除了江喜之外 我们其他人都可以去试装 高定 我这辈子都没穿过高定嘛 我也没穿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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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了 他这个用意很明显 嗯 吃了他的 穿了他的 这样的话 在公司里面 就没人敢议论 他和魏敏的关系了 照焦艾斯这个速度的话 你很快就可以信任 魏总配人 怎么样 开心吗 老公出轨 脚三强势示威 对于我这个原配来说 确实是件好事 我们就讽刺 对了 你去上班的事情 还没有告诉魏敏吧 那您还怎么跟他解释 我打算 实话实说呗 魏敏现在有这么大个把柄 落在我手上 你猜 他会不会因为心虚 跟我来给董家庄换你 都几点了 都几点了 才回来 果果呢 去外婆家了 我有点忙 让我妈照顾你 你忙都忙什么 趁衣连运都没运 就给我送到公司去了 你天天在家的 这点小事都干不好吗 原来得急告诉你啊 我通过了一家公司的面试 正式开始上班了 去上班了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我工作上的事 也没和我商量过呀 这能是一回事吗 你上班了 家里的事情谁来照顾啊 正式我不希望有第二次了 不希望出现第二次 你就自己干呀 我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上班了 最起码你自己的事自己干 我们两个人商量好 男主外 女主内 你既然兼顾不了 把主要的精力 放在照顾家上 有错吗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男主外 女主内 分工不是由性别决定的 分工是不由性别决定的 但肯定是由能力决定的吧 我们结婚这一年 家里的日常开销 哪一个不是从我工资里扣出来的 我让你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把主要精力投在家里面 没错吧 你刚刚上班 那点工资够干吗用的 明天方舟跟盘石 有个签约酒会 嗯 你带你们公司那个黄佳姨一起去啊 我来公司是安排你去的 结果 我重新安排了一下 我是在威姐生日会上听说的她 说小姑娘人长得漂亮 也聪明 最重要的是对你挺崇拜的 最近新招的助理啊 对 公司应安排了 说这小女孩家里有背景 那你这次去出差 也是带的她 原来不是带她的 是名薄 我下楼 那好了 你工作那么辛苦 你助理心系 还能把你的生活 照顾得好一点 那我就放心了 早点睡吧 我还有点工作 老婆 你去上班我没有意见 我是担心你身体 要累的话 尽早辞职 早点睡吧 你老看手机 在干吗 准备睡了 顾总 报道在一周左右写好 那到时候发稿之前 我再跟您确认一下 稿件的内容 顾总 请留步 辛苦了 说嘛 帮我送一下二位 好 这边请 你要的资料 谢谢 说 刚才这么重要的采访 你就穿这事 我又不是明星 也不靠脸吃饭 不靠脸吃饭 不靠脸吃饭 好 不靠脸 假如三万 多愿ris 天呐 喝什么 都行 可以啊 业余生活很丰富多彩嘛 成年人的乐趣 水行吗 可以 成年人的乐趣 也包括这个 小黄鸭调试法 没听说过吗 我听过呀 但是这人用 我还是第一次见 就是在调试代码的时候 要详细地向他解释 每一行代码 这样代码中 不完善的地方 就会显现出来 你这样 你给他放在这儿 他还能跟你有眼神交流 你是来我们家 视察工作的吗 对了 你家衣柜在哪儿 这些 不又是个酒会吗 至于那么隆重吗 你扎克福哥不也是 体育衫牛仔裤吗 不是在国外吗 你在国内 什么场合费什么衣服 这是最基本的礼 你现在这身 跟方舟酒会的规格 完全不大 这总可以了吧 你在看吗 就是感觉 好像还少点儿什么 一份 一份 童 gay 什么 什么 今天呢 到了很多很重要的人物 一会儿啊 我帮你介绍一下 来来来 他是庞总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卫总 请回来 请回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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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米片 庞总 您好 以后多合作 好好好 一定一定 这位是李总 你好 李总 幸会 幸会 早就听佳怡说过您 有机会合作 这风都是拿出的 魏总不愁容容不危险 他这里面也参加班长佛师呢 真把自己当门醒了 来来 老黄 我魏总 不是 你怎么婚进来了 好久不见了 这不你们邀请的吗 我看你胖的啊 这么长时间不见 扣子系不上了 说明生活好了 这位 你换人了 你见过 你见过吗 来 对对对 我见过 见过 你别着急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方舟的黄佳怡 这是我哥们黄总 幸亏 幸亏 来 请回 欢迎杯 长得挺漂亮的 魏总 怎么没带她老婆来呢 真你还不懂 坐坐坐 张总 说什么呢你们在这儿 这不是夸你的吗 你们上那价格 还得再低一点 没问题 你说了算 我先过去了 魏总 都还顺利吗 都还行 你就是这个江喜啊 工作分不清轻重缓急 我给她发信息 都现在还没回我 这个江喜 回去再跟她算账 潘石的顾许怎么还没等啊 顾许那边说 有一个电话会议刚刚结束 可能会晚一些过来 PR那边我已经沟通好了 明天妥妥地互联网头条 做得不错 继续加油 对了 谢谢你的衣服 谢谢啦 谢谢衣服 客气 谢谢 顾总 好 稍等一下 美丽 你到了 好 谢谢 应该是顾总来了 小心 再见 谢谢 超喜忍啊 你怎么听的 不知道我怕 你怕为什么怕 干什么 你去收集吗 顾总 怎么才来啊 明伯 跟主持人说一下 顾总来了 准备开始 好 我们开始吧 好 顾总 卫总 为了庆祝方舟和磐石的合作 请两位一起合个影吧 好 合作愉快 顾总 哎 哎 江喜一起来吧 顾总 慢这里 哎 好 倒一个 鞋子 好 好 顾总 我是方舟的何明博 您有任何的需求 可以随时告诉我 谢谢 顾总 您这边请 江喜是怎么认识顾许的 顾许为什么会带她来 我也不知道 顾总 这位是IT时代的胡总编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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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总编约了好几次想要专访您 今天总算是成型了 那这样您二位先聊 顾总 顾总 好久不见 还记得我吗 一鸣 顾总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顾总 您好 我呀是威力公司的 希望以后能够合作 我是IT的胡总编 那会儿啊 我还得采访您一下呢 好嘞 好嘞 今天这个酒会 表面上是为了庆祝 磐石和方舟达成了合作 但更是魏总即将容生 威力公司的庆祝会 这个顾许倒好啊 硬生生地把主角搞什么来衬 真的佳怡 江喜今天这条裙子 怎么跟你这条这么像啊 我记得你那会儿 试穿的时候那个公关说 这个是高定 国内就这一条 那他从哪搞来这么理价啊 鬼知道是什么关系呢 找了件高定套在身上 就真把自己 当个正宫娘娘了 摆什么位置 哪里是一件衣服 说了算的 真是有趣 你不会以为我在说你吧 我说的江喜